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路德记第二天 路德记一章六至二十二节上 神恩领路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 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 劝顾自己的百姓 似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区 拿尔弥对两个儿妇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拿尔弥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说 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尔弥说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 吉霍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恶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弥 拿尔弥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哪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 拿尔弥见路德定义 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于是二人同行 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了伯利恒 合成的人就都惊讶 妇人们说 这是拿尔弥吗 拿尔弥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尔弥 要叫我马拉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即使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弥呢 拿尔弥和他儿父 磨牙女子路德 从磨牙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落到 没有神的日子中 遭受痛苦 但神会使我们苏醒过来 回转归向他 今天我们将看到神恩领路 神如何伸手带领一个 平凡困苦的家庭 回到他所赐的应许之地 第一 神使人苏醒回转 拿尔弥之所以归回本国 乃是因为他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四两时与他们 神使拿尔弥彻底意识到 只有归回眷顾以色列的神 才是唯一的希望 归回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不单是地狱上的归回 也指心灵上的悔改或悔转 神时常借着苦难 苏醒人昏睡的心灵 神让拿尔弥最终领悟到 他之所以遭遇困苦 是因为离开了神的同在和眷顾 而我们也从他对两个媳妇的祝福晓得 他重新意识到 自己需要神的恩典和平安 第二 神四下美好的陪伴 神不单苏醒拿尔弥 更将一个美好的同伴 放在他的身边 伴他归回 第十四节提到 路德舍不得拿尔弥 第十八节提到 路德定义要跟随拿尔弥 这些描述都一致强调 神透过路德对拿尔弥 彰显极大的怜爱和尾声 弟兄姐妹 无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即使前面黑暗无望 神的爱仍然永远陪伴你 不离不弃 第三 神四下及时的供应 当他们二人回到伯利恒 我们看到神的手借环境 预备美善的帮助和供应 一方面我们知道 拿尔弥哭得凄凉 埋怨神不爱他 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拿尔弥和他儿妇摩牙女子路德 从摩牙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式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正式这两个字 说明了神特意安排 此收割的时候 好供应归回的拿尔弥和路德 神漠然的爱何等其妙 他不单引导归途 更及时供应一切所需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够用 愿我常常经历你的光照 同在和供应 不论遇到什么处境 帮助我总是回转仰望你 紧紧抓住你的恩手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八节 我听见以法连为自己悲叹说 你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富恶的流毒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是耶和华 我的神 阿们 是的主耶稣 你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神 主耶稣啊 你在这边说 你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富恶的流毒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阿们 是的天父 谢谢你教导我们 主啊 让我们的心回转 归向你的爱和慈悲 主啊 因为你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求你赐下智慧和力量 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寻求你的旨意 使我们的言行 言语都来荣耀你 感谢主 阿们 主 是的 我们的言行 即使都是要来荣耀你 谢谢你 直到如今都在看顾我们 即便我们做错了事 虽然面对你的修剪 已管掉 你总是轻声细语地 呼唤我们 叫我们回转 引领我们认罪悔改 归向你 你就宽恕赦免我 感谢主仍然顾念 怜悯我们 阿们 阿们 是的 主耶稣啊 你仍然顾念着我们 主耶稣 孩子永不离弃你 因为你是如此地爱着我们 你白白地将生命舍下 为的是要拯救我们 你像个父亲般地 等着我们归回向你 主啊 愿孩子一生必侍奉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一生愿侍奉你 主啊 我们谦卑地寻求你的旨意 来顺服你的心意 让我们的心回转 离开罪恶 转向你的道路 求你赐下历练和智慧 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真理中 寻求公义和慈爱 阿们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是公义慈爱的神 你的施恩的手永远不放手 让我们常常在等待中听从你的话 遵循你的旨意 让你光照我们 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回转在你的光中 使我们有健康丰盛的人生 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